我们讲了陶渊明的人生境界的基本特点就是傻落 那么他的这种傻落是怎样达到的呢 我们平时 因为我们都陶渊明的诗歌 而且不断的研究专家反复的强调他的傻落或者他的逍遥 好像陶渊明就是楼兴先生说的成天里都有点飘飘然 其实陶渊明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们和他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陶渊明是怎样达到这个人生境界的 他是怎样从不傻落走向傻落的 陶渊明他作为一个平常的人和我们大家一样 他要面对着许许多多的人生难题 比方说穷日达的烦扰 平日复的交战 穷和达的烦扰 如果你一个人 如果你有一点积极进取的志向 你想干缓事业 你总是面临着这个问题 穷和达 穷就是潦倒 就搞得很不顺 那么你如何在社会中生活 总面临着贫和负的交战 我和大家讲吧 没有哪个人想穷 陶渊明也是一样 我现在还不富 但我现在经济上我觉得比十几年 一二十年以前好多了 十几年以前我写陶渊明 陈明之经这本书的时候 真的是穷得一塌糊涂 穷得要死 现在也谈不上富 但比过去的确是好多了 但仍然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比方说刚好好不容易买了一套公寓 我的太太马上就说 你们哪位哪位兄弟 又买了一套别墅 好不容易把自行车翻成了摩托车 太太又说 你们哪个哪个 又买了个桑塔拉 好不容易我买了桑塔拉 太太又说 哪个哪个又买了个日本的林子 一个人人生就像个螺旋 总是被追赶到 林老师贫和负这个问题 也是纠缠人的 还有一个最纠缠人的就是生活死 你们这个年龄感觉不到 生活死的那种纠缠 年龄大了以后 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 我有的时候在公园里 在华士的操场上 很多地方看到那些老人 在那打太太拳 我看得很难过 他们就是为了延续生命 你知道吧 那么他老怕死 我自己有感觉 一个人如果老怕死 问题就很严重 知道吧 因为我现在还不那么怕死 但我原来失眠很严重 我想你们这大年代的时候 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经常失眠 失眠都不得了 失眠非常严重 我跟本科生讲过 我都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有一次失眠连续三亿晚一次 一点都没有眨过眼 白天都晕头晕脑的 一晚就精神抖手 每天一晚都是这样 后来医生就跟我说 你手术 他常常去手术 我每一天睡觉 不是个快感 一点快感都没有 成了个沉重的负担 为什么 我想睡着 老是睡不着 睡觉成了我个负担 那么现在如果你怕死 那么身就成了你个负担 你一怕死 你的身就没有质量 大家说对不对 你就没有质量 你天天去打太极拳 练呼吸 本来人家呼吸得到 你知道的吗 但是如果要是去练呼吸 你会多痛苦 你知道吧 我觉得如果你怕死 身或死 身是你的负担 死也成了你的负担 当然陶渊明他官 他也有社会关怀 那么他对针锋告示 大卫世心也痛心疾首 所谓针锋告示 大卫世心就是这个时代 他人物道德完全冷上 我有的时候也有他这个感觉 我觉得今天 我们这个社会 也是个道德完全冷上的社会 道德完全冷上的社会 那么我们平时 研究陶渊明的人 我们许多数学 往往过多的强调了 陶渊明的傻落 强调了陶渊明的高义的这一面 而明清人 明朝后期我们湖北的 金领派的两个代表人物 中兴和谭元春 他倒是看到了 他说陶渊明其实是一个 小心翼翼 温慎忧之人 到了神的前 也认为陶渊明除了他的傻落以外 他还有儒家的 忧情自认的精神 而且他说的特别的直 他说如果陶渊明在孔夫子那个时代 唐列孔门 他说他就是哪一类的人物呢 是祭祀和怨献这一类的人物 祭祀和怨献在死祭中间 忠义弟子列传中间可以找得到 那么祭祀 他有一次就问孔子 跟孔子聊天 孔子就说 天下无形 多为家臣 事如都 为祭祀为常事 孔子有一次就表扬他这个弟子说 他天下无道 很多年轻人到那些有权势的人家去当家楼 住在首都 就是我的一个好学生 几次不出来做官 还是忠义弟子列传中间说 怨献 他说怨献叫字 就是指是名 是怨献 有一次怨献就问孔子 所以孔老师 你讲一下什么叫词 什么就是词 孔子说 国有道 孤 他说国家 如果整个国家 政治亲民有道德 这个时候你出来当官 如果国家无道 是个非常崩溃 非常腐败的一个社会 你还要出来当官 这句叫词 只是接着就问孔老师说 什么叫人 他说客化愿欲不行呀 可以为人乎 客就是好胜 客了我们克服战胜 客就是好胜 好胜心很强 总是想超过别人 化就是表自我夸耀自己 愿就是愿记愿恨 欲就是贪婪 他说这三样我都没有 如果这三样不行呀 能不能说就是人 孔物质说 可以为难以 人则 人则无福之业 什么意思 他说要做到这四样 的确很困难 他说只能够说是难 但还不能说是人 孔物质这里面说得很委婉 大家 所以我喜欢孔物质 因为孔物质表达方式 跟我不一样 要么我马上就说 这哪伤人 这真的说困难 孔物质说得很委婉 说人则无福之业 他说这说到这人 他说那我就不知道了 但很非常委婉 孔子死了以后 院县是往草泽中 他那个时代天下大难 国家武道 他就一个人 在外面隐居 孔子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学生 叫子贡 他很能干 他有从政的才能 子贡 搞得大富大贵 有一天就解释连其 排离活如穷相 排离活就是 就是我们的这个院 现住这个地方 到处长了野草 听懂得没有 他就把那个野草分开 让车子过去 到他那个鬼穷相 你们去看他 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 同学之情 大家可能不太 你们还没有毕业 不太了解 同学之情 尤其是本科 或者研究生那种同学的感情 我希望大家要特别珍视 你们看到我们文学院门口 中文系门口还贴的有 欢迎七七级零六班 中文系 缓回母校 对吧 那个班就是我这个班的 我叫班师的协夫 大幅标语 底下是八零级的 我说把八零级的放在底下 七七级在前面 他们就把七七级放在上面了 我美国班回来 我就觉得有兄弟之情 有的人搞得很大富大贵 在北京当了大官 那真是要解释连齐 有的人搞得很窝朗 可以说穷就是潦荡 但是大家的确是很有感情 我们同学主动问 你需不需要帮助 对吧 你需要什么帮助 我们有一个同学 原来有一个同学搞得很大富大贵 给另外一个同学给他三万块钱 他不要 他有尊严 不好意思 他说那你就打个纪条 他就打个纪条 我敢保证 那个三万块钱是一介无回 对吧 而且那个要给他的人 也没有想到他要还给他 那么我认为子宫来看院线 没有炫耀的成分 没有炫耀的成分 我能够理解这个兄弟之情 是吧 但是那个院线这个混蛋 大家没有想到 不是 子宫这个混蛋 没有想到院线现在搞得有点窝朗 他没有考虑到别人的心理感受 你看他怎么说 过谢院线就是过访他 去访问院线 线 舍必依 列 舍必依官 见子宫 什么意思 因为他知道子宫搞得很大富大贵 就把他的鬼破衣服 找得好 抖着一抖 听懂了没有 把衣官就说 这里 还是想搞好一点 但是怎么样 他的衣服也看得到 对吧 是不是明白 是不是明白 我看不到 但是有钱的人 你看就知道 他是不是明白 对吧 好 子宫 此子 子宫就是太寒酸了 有的瞧不起他 约 父子起病 说 你是不是病了 原线说 无文字 无才者为之贫 学道而不能行者 为之病 子宫说到我原线 我是贫 不是病 听懂了没有 子宫禅 不义而去 终生此言其过也 一辈子就不说 我去看过原线 原线让他碰那个冷冰子 他说 老兄啊 你是不是病了 他说我不是病 我是穷 听懂了没有 我 大家注意这一点 他把病和穷分得很清楚 我等一下再谈这个问题 那么 我们可以 他说 如果陶雅明 立在孔门 他不在 既是否原线之下 陶雅明 的确是不以无才为病 无才是贫 而不是病 大家说 对不对 大家注意 那么我们现在和大家一起聊的是 陶雅明是如何从幽情走向撒落的 在走向撒落的过程中间 大家的文化精神 左右有他的心灵的感知和存在的决断 首先说 穷和大 陶雅明一生同时面对着许多难题人生的 但我们的考察 比起从一个一个的难题开始 什么意思 我和大家讲 我们在写 打个比方说 我在这里说 如果一个人搞得潦倒 我和大家讲 如果一个人搞得潦倒 那就不是穷 对吧 潦倒在古代叫穷 我们今天扣他里没有money 在古代不叫穷 在古代叫什么 贫 好 那么一个人搞得潦倒 打个比方说 如果我现在很潦倒 还是个鬼讲师 钱又低 人家又瞧不清 那就不仅仅是穷 那可能还连 大家连说反应还有什么 贫 听懂了没有 还有贫 但是我们论述的时候 只能一锅一锅的开始 这叫层次感 我们先和大家谈穷和大的困扰 它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首先比起小主穷如大 在他精神上造成的烦扰 在他心灵中间造成的紧张 否则 他的人生就难得 傻落自在 这点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我打个比方说 也实际确实是这样 比方说 我 到了年轻生以后 我人生最大的理想就是什么 我和大家讲 我就想写出好的书来 写出好的文章 我认为我可能 这大概也要说是 志向 大概也就是我这个小小的志向 但我一直没有写出我满意的东西来 你看头发都高白了 心情很不好 听懂得没有 如果我的志向想当官的话 比如说我想当个省长 我本来就当到处长 听懂得没有 快不快乐 不快乐 当到厅长也不快乐 但人的欲望是无穷的 如果你想搞得辉煌疼导 你的精神功能长期处在紧张 长期处在紧张 儒家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以后还和大家一起聊 我认为我原来就没有解决的好这个问题 我现在解决的比较好 我现在解决的比较好 陶渊明也是一样 那个解决好的过程中间 我认为陶渊明对我有那么一点影响 但实际上陶渊明对我的影响并不大 因为陶渊明后来真的洒脱了 我自己还没有从心理上讲 我还没有这么洒脱 我一讲过就跟大家讲了 陶渊明是个生命力很旺盛很强悍的人 他是个非常强悍的人 我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里这几首诗就会看得到 不仅是这几首诗 你看他说 少年壮起立福建都行有 他是个生命力很旺盛很强悍的人 我和大家讲 旺盛我强悍的人 往往都有一种什么东西 大家说 很强的权力欲 对吧 很强的权力欲 总像搞得除人头地 就是客 客法人怨欲 就是客 就是很强悍的人 很强悍的人 那么 而且他的真者乎陶渊 也是个非常积极进取的人 陶渊说 一个人 大男人 生要有益如死 活着 要对别人社会有用 死要有文 然后死了 要让别人传送你 这叫三不朽中间的什么 立功 对吧 当然也有立德的成分 一个人要干得有成就 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 你们这个年龄 修陶渊明不要修歪了 陶渊明 后来很傻落 对吧 我认为一个人 一定要积极进取 陶渊明一直到晚年 都是积极进取的 我以后 我等一下再说 后一说 他达到了 以天地的胸怀 来从事人际的事物 他很了不起 大家不要学着 陶渊明以后真的傻落了 生活都不干 你们又是这样 天哪就谈恋爱 那我可觉得 那就完全学歪了 那学走了一样 我和大家讲 陶渊明说 少年喊人士 有号在六经 他从小就是学习仪家的经典 他们 他这个家族 虽然那个时候 玄宗很圣 但是他们家里 有 他的正着乎 他的家世的影响 他从小就学习仪家的六经 他从小就理下了大字 要大积入昌生 要大积入昌生 所以 他 有个母字以四海的豪情 也有个慷慨愁谬的雄心 他大概三十岁左右 我和大家讲 得了一个宝贝儿子 我们看看 他得了一个宝贝儿子的时候 你们 可能少部分人 做了父亲和母亲 大部分人 都还没有结婚 我跟你们说 你们也不懂 我第一次走 走父亲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很激动 别人说 儿女 我都不受胃 因为我太大生孩子 生得很痛苦 生得好 我在旁边 在那个医院的 等好长时间 等一半天 没有出来 后来他说生了 洗的真的是 洗的要死 生了 我根本没有 因为是男的和女的 那个时候家里没有电话 我马上骑自行车 回家去 跟我妈妈报信 我说生了 我妈妈第一次就问生了个什么 一会儿他有点重拦情 哎呀 我说我还没问呢 他 我 我的妈妈 马上就 他说你怎么这么糊头呢 你老保险 连男人都搞不明吧 那么陶渊明第一次做父亲 生了个儿子 生了个宝贝儿子 在那个时候 他很高兴 他就跟他那个 他的儿子什么都不懂 你 我 我 我现在看到别人 抱着这么伤的孩子 从医院里抱回来 我看着就急死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最好难养啊 听懂了没有 我觉得有一个走高兽 多半个我都不要 我和大家讲 陶渊明 得了一个儿子 洗的他 欢天洗地 他那个儿 小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 我大概出生了一天 医生把我看了 那个孩子 眼睛中不是两个都睁开 睁过 第一个 由于我不懂 我就跟那个医生说 我说是不是他眼睛有毛病 他说没有毛病 我 我 好 陶渊明我估计 那个心情跟我差不多 陶渊明也爱激动 他比我很爱激动一些 他就跟他的儿子说 他说 儿子 你长大了 一定要有出息 听懂了没有 他说 你这个陶家 从夏到商 夏朝到商朝 代代都做了大官 他说 你在夏朝的时候 你的远走 有个叫玉龙的 就在夏朝当了大官 还有个死伤的 在商朝当了大官 他说 到了陶渊 汉朝的陶渊 这一代 他说 那就更不得了 运当攀龙 鼠剑锋脉 显之武功 当了大将军 他说 当了曾祖父 陶渊的这一代 他说 那是东京的开国元室 我们代一代都了不起 他说 天子仇我 专争南国 那个仇我 什么意思 就是仇 仇啊 就是 他说 皇上 让我们代代 世袭这个爵位 求就是 每一代都世袭这个爵位 那个爵位在不将棘 相同 专争南国 他说 让他一个人 统领大军 去专争南国 管理一方 功税持归 临宠不特 他说 功臣身退 不特 就是没有差错 实际上得到了皇上的宠爱 他仍然非常谨慎 他说 他马上就说 他为了他自己这一代 家道中诺 他感到很羞愧 他说 皆与寡漏 沾望福吉 那么他就说 要他了儿子 要他儿子 勉励儿子之令 希望儿子能够 祭踪前嫌 但愿儿子能够 光中要走 使他的先辈 有勋吉 撑入前 而儿生 有伟爷 诸日后 他跟我们 大家一看就知道 望子成龙 对吧 完全一样 而且他希望 他儿子干得很出色 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 我并不认为 这是个什么好的东西 因为我们这个望子成龙 和望子成风 是我们大一代人 都干得不快乐 我不知道你们的父母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那个儿子 大了 他今年22 快23了 他就跟我说 他说 爸爸 我没有快乐的童年 说得我很惭愧 你知道吧 原因是什么 我过去真的是这样 我总想 想让他成个天才 但是不是天才 不是我想得到的 大家说对不对 那么 我就想到我农村的那些同伴 我原来 在和他一起劳动的那些同伴 他们现在已经很多人做了爷爷 他到30多岁就说 我是不行了 希望我儿子搞好 听懂了没有 他儿子现在也30多岁了 他让我儿子是 他儿子也说 我是不行了 希望我的儿子搞好 代代都不行 代代都没有搞好 对吧 我认为 一个健康的人 你把你这代过好的就行了 对吧 你把你干得有杰出 有成就就行了 你的孩子干得好不好 你认真教育就行了 他到底干得好不好 而且他将来是不是个天才 不是你管得了的 大家说对不对 只要他快乐 他干得很快乐 他人生比较积极 我就觉得行 你带我来带我